開校對著有天高烈疫情嚴重的台南 跟高雄來說 其實是很緊張 親像台南在八月日區裡面 有九十四間國中修 其實都關鍵提早來噴油的風景 開校之後也要加強這個風雨的工作 驚小孩去網站住 有哪有家庭關鍵給小孩請回答 去託席 三十號是全國的開校日 為在台南天高烈疫情嚴重的八大日區 一早就電開校的經濟感 也有家庭幫小孩準備防溫衣 帶去學校來修容 比賽還要穿長褲 那時候要穿強褲 然後那個要噴防溫衣 所以我們在八月二十三 我們動員了全校老師緩校來配合 教育局的校園清潔日來做一個知青 然後我們也自己校內故宮 在八月二十五號 二十六號 分別來做相關的消毒 一樣的狀況也出現在高雄 學校大部分都在腳踏進 掃水糕 做天高烈的風土 比賽還要提供防溫衣 讓學生來修容 那所以環境的消毒整潔 班級的一個衛生維護是首要 全台的天高烈突破三千烈 共災區的台南二十九號 新進一百六十一烈 還在創丹尼新館 目前已經累積二千七百四十四烈 年少一禮拜 每天的病毒都破了 已經有二十七個行政區 出現更多的白癡 台南市長的一天一早 也損失效忍的狀況 第二是防疫的狀況 雖然在西北疫情比較沒有嚴重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小心 因為這個以台南以北的 像雲林啊 像台中啊都有病例的 所以說我們西北要特別注意 台南市為先叫是豪玉 這齣流行的是第一行的天高烈病毒 林鄉的鎮中是無民憲 一定是電話中情 無馬上來治療 希望如果是高達百分之二十一上 豪玉民鄉就要注意主心的狀況 若是出現鎮中 就應該馬上來注意 記者台南高雄綜合報道 每次 都說 5 8 8 8 9